袁贵人听得连连点头 更是拍着他的手背允诺 空山 你是自家人 只要你一心帮着你表哥 将来城市那天 后宫那个最高的位置 定是跑不了你的 姨母眼下就可以给你做主 只要把那个位置交到你手里 姨母才能放心 别的人 谁也不行 你莫表哥一向都听我的话 所以 你不必有所顾虑 姨母这是说的哪里话 祝空山赶紧到 空山是一心想帮着表哥 可不求任何回报 姨娘在府中时常常跟空山说起她小时候的事 说到姨母不介意她是树妹 对她百般照顾 甚至有一次姨娘落了水 还是姨母把她给拉上来的 空山如今能帮上表哥一把 这是作为表妹因为之事 真的万万不求什么 她越是这样说 袁贵人就越是喜欢 特别是一想到小时候那妻子事 也不由得感叹 想想当初还在刘府时 才是最快乐的 她对那个树妹 虽说算不上百般疼爱 但也的确是照顾有家 真的并没有因为那是个树女 而与之有疏离 虽说后来进了宫 人也大了 懂得势力更多 对狄树的认识也更加深刻 这才渐渐疏远 但好在有皇宫做幌子 对方也挑不出什么来 如今想想 还好当初带字归中时 底子打得好 这才得了这么个外甥女 来帮着自己的儿子 她可是听说了 这驻空山在彭州的事迹 那是人人称赞的女菩萨 而她的墨儿身边 就是缺这么一个人 姨母 驻空山说 空山从彭州来 父亲特地带了些好东西 让空山送给两位姨母的 空山今日都带进了宫来 但是我总觉着 那些东西再贵重 怕是也不如宫里的好 于是自己做主 在那些东西的基础上 又添加了一些 都是空山平日里 自己去采摘的菜 晒干了捆在一起 想给姨母们尝的鲜 宫院里应该都有小厨房的吧 好孩子 真是有心了 原贵人对这个外甥女 真是越来越喜欢 宫里头的确什么都有 但就是没有 你说的那口东西 我从前在娘家时吃过 后来这几十年 可就再也没入过口 真是想得紧 只是你二姨母 她摆摆手 一会儿你去送东西就知道了 她如今被幽静在晋思宫 初步的宫院的 我倒是能帮着你们见上一面 但你也就是看看 不必多说什么 你是个聪明人 有些事情我不说 你心里也该明白 驻空山点点头指道 空山把礼物给二姨母送过去就走 绝不会多说一句话 她当然明白 两个姨母各有一位皇子 可皇位却只有一个 她帮得了八皇子 就管不着六皇子 虽说还成不了仇 却也走不到一起去了 除了给两位姨母的东西 空山还带了很多礼物 也不是什么贵重的 不过是些彭州的特产 就都留在姨母这里 姨母看应该送到哪个宫院去便送 有倒是礼清情义重 空山觉得 这样的礼物比金银来得好 又显得咱们不八戒 原贵人点头 你说的是 宫里的女人什么都有 但皇上不来 也就什么都没有用 送了她们珠宝 她们倒是心里难受 不如就送些吃的 空山真是有心 两人十分投缘 虽说在此之前 连遍都没见过 但到底是有血脉在的 再加上一个有所图 一个又聪明 这一场见面 气氛十分融洽 聊着聊着 话题倒是越来越进入主题 祝空山突然对原贵人说 姨母 您在后宫 而后宫之主是皇后 既然在皇上那边 找不到突破口 不过您就多留意一下皇后这边 莫表格在外谋划固然重要 但是您也该想办法 早日回归到飞位上去 母凭子贵是一方面 但子也需要有母亲相助 才能过得更好 祝空山的话 让原贵人心头一颤 这话说到她心里去了 重新回归飞位 这是在她心中 一直盘踞着的念头 外甥女说的没错 皇后那边是该打打主意 总不能让那女人 在高位上太自在 她主意打定点了点头道 空山放心 姨母都明白 眼下就是你表格那头 不太让人省心 你不知道 京城里几乎都成了九皇子 和那吉安郡主的天下 京中百姓一边倒的拥护他二人 再加上九皇子打了圣仗 广德明心 在朝中 也是更加的风生水起呢 姨母莫及 祝空山劝她说 前朝之事 我们女人管不了 也不方便多插眼 但民间之事 空山却是有信心 帮衬表哥一把的 空山到底是个女子 跟九皇子自然是范步着 可吉安郡主那头 倒是可以想想办法 不过听姨母说起 她在京中生事 想来是个厉害人物 空山想 咱们不能够正面与之作对 那样吃力不讨好 更不得明心 莫表哥如今最缺的 可不就是一个明心吗 姨母请容空山回去想想办法 找到突破口 才是正经事 而目前看来 至少她做得了的 咱们也能做 不就是收拢明心吗 空山别的不说 在此道上还算是精通的 她有百草堂 空山也可以另寻她们 不会让莫表哥的声誉 一直这样下去的 袁贵人点点头 也叹了口气说 那吉安郡主很是聪明 把她身边的人保护得很好 她的弟弟送到了 萧州的云路书院 妹妹也送到了吉安郡去 倒是经理还有个妹妹 可那妹妹与她一向不合 就是死了 她都不会眨一下眼的 也没什么用 不见得 驻空山笑笑 正所谓人言可畏 她们姐妹关系不好 那是她们之间的事 可对于旁人来说 那到底是她的亲妹妹 太过分 也是会让人心寒的 驻空山没有再往下说 袁贵人心里也明白她的意思 她如今在宫里 很多事情 想得到却做不出 而她的莫身边 真的就缺个 能像驻空山这样 有心计的女人 袁贵人这样想着 就更是坚定了 要让驻空山 留在玄天莫身边的想法 就像九皇子身边 有个凤与横一样 聪明的女人 总是给男人加分的 她的莫 就是需要这么一个人 驻空山离了存善宫 直接就奔了进司宫而去 在袁贵人的提前打点上 她倒是得以进去小坐一会儿 只是那立贵人在看向她时 目光中的生疏 跟袁贵人完全两样 她甚至对着驻空山 很是不客气地问 你叫我姨母 可是我却一点都想不起来 你是谁 我的娘家可有你这一门亲戚 驻空山也不觉尴尬 本来他们就根本没见过 不认的是正常 于是解释说 我的娘亲是从前柳家的树小姐 是两位贵人娘娘的三妹 三妹 立贵人还是想了好一会儿 终于是回忆起一些事情来 面上便带了些感慨 都是那么久以前的事了 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 你那娘亲 她极力地在脑子里想着 却还是印象模糊 最后只得放弃 想不起来了 太久了 再看看驻空山 很是有几分抱歉地说 你说是袁贵人叫你来京城的 想来是为了他的儿子吧 既然是冲着他来的 那我这头你认不认这个亲也没什么所谓 我如今也不过就是个贵人 给不了你任何庇佑 你走吧 我这里是个不祥之地 你不该来 立贵人说完 转身进了李坚 再没出来 驻空山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也觉得尴尬 可又觉得 就这么走了 实在是不礼貌 于是扬了声冲着李坚又说了句 这次空山进京 会多住些时日 希望能看到风表哥 二姨母也要多保重身子 说完便在一个小宫女的相送下 出了静思宫 倒是身边的两个丫头 又有了话说 其中一个撇撇嘴 冲着静思宫翻了个白眼 也知道自己不过就是个贵人 还这么大的架子 且当时谁愿意来一样 可不是 这静思宫看起来就跟冷宫差不多 说是幽静 意思就是 让他在这里等死吧 驻空山皱着眉 很是带了些怒气的 瞪着那两个丫头 严肃地道 临来时我已经跟你们说过 既然跟了我 凡事就要听我的 且不说她是不是我的姨母 但不管怎样她 还是皇上的女人 这是宫里 隔着墙都是有耳朵的 你们说的话 指不定就被传到什么地方 难不成是活够了 想尝尝宫中的花样刑法 驻空山雨带恐吓 但说的也都是实情 两个丫头平日里 在棚中嚣张惯了 又被驻家主母言明了 将来要跟着大小姐一并出嫁 给姑爷做房里人的 所以自然也觉得 身份跟旁人不同些 进了经 虽说时刻得驻空山点醒 但偶尔也有习惯性忘了的时候 此时再让驻空山这么一点 也是吓得不轻 一个个低下头 再也不说话了 驻空山也松了口气 直到这二人肯听话 能被吓唬住那就好 他怕就怕这两个丫头 天不怕地不怕 那可就害苦了他 这边 袁贵人的外甥女进宫 月寒宫那头 已然有人在向云飞说起此事 从来不走出月寒宫 又对宫中 一切都没什么兴趣的云飞 其实养了很多眼线 有些是玄天明玄天华给安排的 还有一些是天武帝给安排的 这些事情 他最开始听着烦 后来又觉着日子左右无聊 不如就当八卦来听 这一听就听了十几二十年 慢慢的也就习惯了 眼下听说袁贵人的外甥女进宫 安卫又与他说起九皇子那边了解到的 关于这位外甥女的事迹 云飞听着听着就笑了 直到萧婷的日子还没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 本宫的二媳妇还真是命苦 祝空山出了宫 马车上还有最后一份礼没有送出去 丫鬟阿若看着不解 问了句 小姐 这份礼是给谁的 是不是之前忘了带到袁贵人那里去 祝空山若有所思的摇了摇头 不是 这是要送给另外一个人的 咱们现在就往那边去 说完 自顾的先开车 帘子温外头那车夫 大叔可认得 从前凤家四小姐住的地方 车夫是八皇子府上的 就为了方便祝空山在京中行走任路 听得他问 连忙就点了头 认得认得 表小姐是要往那边去吗 那府如今还是叫凤府 不过就只住着一位主子了 祝空山道 咱们就往那边去吧 我去看看 那位凤四小姐 好了 车夫应了声 在前头不远处拐来的转 直奔着凤府而去 他们到时 五皇子玄天眼刚从凤府里出来 今日凤府带没怎么给他脸色看 他的心情还不错 眼瞅着一辆马车停在凤府门口 他不解的看了去 就见 祝空山在两个丫鬟的搀扶下走了下来 看样子是要进凤府的 于是开口问了句 不知 这位是哪家的小姐 来凤府可是有事 祝空山一事一愣 刚刚还听闻 这里只住着凤四小姐一位主子 怎地又出现一名男子 而且看着衣着 绝无可能是吓人 他心思轻微仔细打量 终于在玄天眼腰间的配饰上看出端倪 再想想之前在宫里时 袁贵人给他普及的京城人物谱 基本上也把这人的身份给确认了个十之七八 于是赶紧上前俯身行礼 这位可是黎王殿下 小女子祝空山 是八殿下的表妹 此番进京是来探望两位姨母的 这会儿刚刚从宫里回来 阴出来乍到 特备了好些礼物送给京中小姐妹们 正想着到凤府上 给凤四小姐送上一份 玄天眼一愣 老八的表妹 她一向少问这些事情 对老八表妹静静道 还真的不知 但看眼前女子之书打理相貌轻利 不像是个多事之人 于是也放松了几分 伸手虚扶了一把 客气地道 既然是八弟的表妹 那与本王道也不是外人 你进去吧 凤四小姐正在府中 你们认识一下也好 相互间也有个姐们的 武殿下说的是 祝空山有礼地道 那空山就不多陪 这就进去了 殿下好走 说完又俯了俯身 带着下人进了府去 却是在临走前 抬头看了玄天眼一眼 淡淡一笑 有理有貌 玄天眼对老八这位表妹 印象实在不错 想着粉黛平日里 也没什么朋友 如果能与这样一位 亲历亲压的小姐交好 心虚也能说说 她那个暴脾气 祝空山进府之后 其实也没有留多久 凤粉黛是个很情绪化的人 她的心情时好时坏 刚刚跟玄天眼二人相处时 还算是好的 可玄天眼一走 她就又暴躁起来 看什么都不顺眼 总觉得这座府邸 冷清的像是死人窟 祝空山的到来 她也不过是向征信的 陪着说了几句话 甚至连斩茶都没给人家到 就看着人家放下礼物 然后抱了家门 就紧着给打发走了 弄得祝空山那两个丫鬟出府之后 又是好一通埋怨 对此 祝空山倒是也没说什么 短短接触 倒是让她对凤粉黛的性子 有了些许了解 对于她来说 有缺陷的人才是 最好攻克的 有缺陷就有需求 而她 可以想尽一切办法 满足对方的需求 祝空山走后 凤粉黛倒是对着那些 她送来的彭州特产 看了老半天 有干菜 有咸菜 还有风干的肉类 据说都是彭州农家 百姓自制的东西 虽然不值钱 却看着十分亲切 凤粉黛瞅着瞅着 突然就感慨了一句 八皇子的表妹吗 来经理醒亲的 宫中还有她的两位姨母 真好 家里有人就是好的 哪怕是远房的亲戚 那也算是人气 不像这座凤府 比冷宫还不如 祝空山在圣王府里住了下来 那些八皇子党派的官员家里 听到这个消息 立即也行动起来 每家每户都派出 或是夫人或是小姐 又或是夫人家小姐 一趟一趟的往圣王府前去拜会 虽说因了刘怀一族的灭门案 前朝官员对于八皇子 又采取了暂时性的观望姿态 可男人们的事 是男人们的事 总不能一直就这么僵着 如今正好有这么个机会 他们终于可以在自己观望的同时 又派出自家的女人们 从后院打通 一来探探虚实 二来也算是给自己多留个门路 一个表妹 不可能无缘无故接到京城来的 还堂而皇之地住到了府里 听说也已经进宫 去拜会过了两位贵人主子 这可就耐人寻味了 女眷们上门 这是祝空山 以及玄天墨都想到了的结果 甚至玄天墨原本就是打的这个主意 利用后宅 让那些官员们 对他再多增加一些信心 圣王府里没有正经的女主人 而要论起交际来 前朝是一方面 后院女人们的力量也不能小瞧 偶尔哪阵整边风一吹 兴许就有一个对他态度还保持犹豫的人 就此便坚决起来 所以 他弄这个表妹进京 一来是借着表妹最擅长的搞名声这一套 为他缓缓生育 二来也是指望 骑在女人堆里 给他拉拢一下人脉 祝空山做这些事情很有一套 但凡上门来的人全部笑脸相迎 不管对方是当家主母带着嫡女 还是侧氏带着庶女 他都一视同仁 甚至将圣王府里最好的云雾茶 都拿出来待客 还很生动了几分玄虚的同仁们说 这茶原本是莫表哥书房那头待客用的 我偷偷的拿出来一些 你们可一定要帮着我保密啊 女子之间不就是这样吗 有了共同的秘密 那就可以成为好朋友 虽说这也不算什么秘密 而且人们也都知道 祝空山也不过就是这么一说 但就是这样的一句不经意的话 就是容易勾起女孩子之间的友谊 于是大家迅速的热络起来 再加上祝空山性子好脾气好 人又长得清清丽丽的 不是那么好看 却看着很舒服 这就更加没有距离感 也不会让人产生妒忌 八皇子玄天墨隔着一道帘子 看着这些女子从陌生到居树 再从居树到熟树 一切都来得那样快 又那么自然 不由得对这个表妹 也更加满意了几分 待女眷们都送出府 玄天墨邀助空山同席用晚扇 席间主动开口道 把你接到京城来 最开始是母妃那边的主意 但本王这些年 对彭州也多有关注 知道你是个懂事 又知书达理的丫头 如今来的京城 相信你应该明白该怎么做 助空山赶紧放下碗筷点头道 大姨母都与我说过了 空山别的本事没有 但聚拢人心这方面的事 还是做得多的 百姓都是一样的 不管彭州也好 京城也好 只要咱们能做出 让他们真正得到好处 与实惠的好事来 他们自会领情 哪怕从前有再多过失 那也不过是好事 做得多少罢了 人心都是肉掌的 空山不信 他们不会感化 玄天墨点了点头 你自己拿主意就好 需要银子 直接从帐房支去 本王已经跟帐房那边打好招呼 他们会全力配合 空山都记下了 将玄天墨这头的事情 硬了下来 一抬头 却又欲言又止 玄天墨一皱眉 有什么话就说吧 咱们现在是站到一处的 本王不喜欢有事情 遮遮掩掩掩 你身边的两个丫头 本王清楚是怎么回事 眼下他们也没在这里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 玄天墨吃饭 从不喜欢下人在边上站着瞅 特别是外头来的丫头 更是入不了他的眼 哪怕那两个丫头再有姿色 他也不是那般色明星翘之人 听他如此说 住空山便也不再犹豫 当即便开口道 说起来都是彭州 住家那头的事 本不想让这些琐事 扰了莫表哥 可我这心里头 总是放心不下 毕竟姨娘还在府里 所以 本王明白 不等住空山说完 玄天墨就把话主动给接了过来 他现在也明白了 想要拉拢人心 不能一味的 仗着自己是皇子王爷 也不能一味的 用金银收买 关键时刻 还是得 靠着其他方面的恩惠 这些都是小事 他摆摆手 明日本王就会以圣王府的名义 扯人往彭州 去送些东西给姨母 倒是要看看 宫中妃嫔的亲妹妹 谁人胆敢欺负了去 有了玄天墨这话 住空山总算是放下心来 连声道谢之后 二人 这才开始安静的吃饭 而与此同时 御王府那头也有消息 传到凤与横耳朵里 是班祖在跟他说 兴住的 在圣王府里 光是会友就会了好几天 金钟 八皇子党派内的官员 接派了家中女眷上门 彼此相谈甚欢 另外 兴住的还去了凤府 给凤粉袋送了不少东西 不过并未留太久 就被凤粉袋送客给送了出来 一听这话 黄泉插嘴道 这该不是起了拉拢 凤粉袋的心思吧 凤与横却并不以为然 他太了解凤粉袋了 那丫头的心比天还高 还真不见得待见那柱 柱什么来着 望穿提醒他 住空山 哦对 住空山 且看他如何折腾吧 总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哦不对 他不是上 他怎么能是上呢 某人自顾的说着 弄得几个吓人都哭笑不得 可是说起来轻松 对于突然出现的一个人 该有的防备 还是得有的 搬走近日 就一直都注意着 圣王府那边的动向 三五不时的 就向凤与横来汇报 次日 到了凤与横 往医学堂授课的日子 医学堂紧挨着国子健 声援方面十分优良 有不少原本在国子健 读书的学子都来报名 还有很多民间大夫 以及医药兴趣爱好者 都涌了来 经过挑挑拣拣 以前详细到八倍祖宗般的调查 最终收了五十人入学 有男有女 男女同事授课 也算是开辟了 大顺学堂的一个先河 对此 还是有些人觉得别扭 外头更是有别有用心之人 把有伤风化这样的帽子 给扣了下来 结果统统被摇男的话 给挡了回去 有意见 有意见以后 等你们生病了 男人就找男大夫 女人就找女大夫 找不到的就等死 宫里头太医都是男的 包括妇科圣手 要是都照 你们的意思来 那是不是太医们都不用活了 人们被赌得没有话说 但心里却还是别扭着 不过凤与恒并不在意这些 他的百草堂所有的一切 本就不属于这个时代 观念自然也不该 为这个时代所束缚 他今日来到学堂 给学子们上的第一课 就是教给他们 在医学面前不分男女 但凡被百草堂接受的学子 那都是经了层层挑选 才能够入学的 虽说年龄参差不齐 但人心却很是齐整 所有人都视凤与恒 和姚显为偶像 对于他二人说的话 那是全部都当做 至理明年写到书本上的 凤与恒说什么就是什么 没有人有任何意见 虽说男女同事 但人人之礼数重规矩 并没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可后 姚南对凤与恒说 今日来学堂时 在街上看到 那位八皇子的表妹 起初还没认得 倒是听百姓说起 才知就是那人 我见他往城北去了 不知道他一个贵家小姐道 那头干什么去 京城中 东复西贵南建北平 东边住的多半是商户 有钱 西边住的多半是权贵 有事 南头呢 则是花楼祭馆西班之所在 三叫九流 而北头 则是最贫穷的百姓 住着的地方 也有人管 那边叫贫民窟 其实 不管是京都 还是其他州府 都是由各式各样的人所组成 有富就有贫 这很正常 并不是像驻空山 带来的那两个丫头 所想的那般 京城人都富的流油 姚南的话 让凤与恒的心思 也跟着转了一转 继而想起那日 玄天明所说 那住家小姐在彭州时 俨然一位女菩萨 祝福的名声 多半是她在外头维持的 以至于住家区区六品官员府邸 声誉 却是比彭州之州还要好 而今那住家小姐往城北去了 她笑笑 住空山 若是打得这个主意倒也好 别管所图的是什么 至少百姓们 也能得到些实惠 姚南正了正 很快也反应过来 却是有些担忧的说 恒妹妹的意思是 那位住家小姐 是要替八皇子做好事 把失去的名声 再给补回来 那样对咱们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凤雨恒摇头 不会 有些名声 坏了就是坏了 不是靠一人之力 就能再博得回来的 再说 住家是住家 八皇子是八皇子 既然住家小姐要做善事 那受益的 就得是住家才好 她在想想 半转身对望川说 明月你亲自往彭州去一趟 先跟那头的白草堂 打听好住家的情况 最好能安插个人进去 时刻留意住家的动静 望川点点头 小姐放心 奴婢都明白 城北破庙 祝空山带着阿环阿若 在庙门口停了下来 这间破庙的门已经没有了 窗纸也都坏得遮不住风 秋末的风又凉又猛 呼呼吹进去 瓜里得着一片凌乱 阿环皱着没看去 依然不解地道 京城居然还有这种地方 这里到底是不是京城啊 祝空山平静地道 是不是京城 你们心里有数 皇宫都进去过 怎地又怀疑起这种事来 走吧 咱们进去 这没什么 彭州的平民区比这里还要差劲 你们没去过 我可是经常往那头行走 早就习惯了 记着 如今我做的事 都是巴殿下和原贵人交代下来的 你二人也该知道 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 存心坏我的事不要紧 可如果坏了巴殿下的事 那我可保不住你们 他说完台步 就向前迈了去 破庙里头一股子怪味 有煤气 有未及清理的垃圾 有小乞丐的屎尿 还有那些要来的剩饭菜的嗖味 阿环阿若二人一进来 就差点吐了 要不是在祝空山林立的目光注视 他们早就扭头出去 一辈子也不想来这种地方 而祝空山除去目光威胁之外 言语上也没闲着 压低了声音说 今日你们出了这扇门 我保证晚上圣王府的人 也会把你们给乱棍打出去 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不过是下人而已 若是没了主家 很快也会沦落到这里的 两个丫鬟在祝空山这里 真是受了一肚子气 可偏偏着祝空山 有八皇子坐靠山 宫里还有一位贵人姨母 他二人即便是想造次 也没有底气 近日就寻思着 得了空给彭州的大夫人 和大小姐送个信 可惜圣王府防范森严 他们无论走到哪 都有人监视 想要偷偷出府 都是不可能的 就是现在 跟着祝空山一道出府 可送他们来的马车车夫 那也不是普通车夫 而是圣王府里的侍卫 美其名曰保护表小姐 在这种压力下 他二人纵视心中有再多不愿 也是得听祝空山的话 以免惹恼了他到八皇子那里 告他们一状 那可真是要命的 如今就只盼着经理的事 赶紧处理完 速速回彭州去 而至于临来十大小姐 跟他们说的 借机尚未一事 二人如今是想都不想再想 破庙里突然进来 三个与众不同的人物 没有出去要东西的乞丐们 一时间有些发愣 都想不明白 穿的这样好的小姐 怎么会到这里来 就算是想要买劳力 也该到劳力市场上去 祝空山倒是习惯了 看着这些乞丐 疑惑又有些胆怯的目光 他又主动上前几步 看了一圈 最后在一名小乞丐 身前弯身半蹲了下来 开口轻柔地道 小弟弟 你还认不认得我 那小乞丐看了他半天 突然眼一亮 是你 你是八殿下的那个表妹 他将人认出 那日你进城 扶了我一把 还给了我银子 这赫然就是那日 在绣品铺门口 被祝空山相扶的小孩 他看着祝空山十分不解 小姐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这里太脏 不是您该来的地方 祝空山没说什么 只摇了摇头 又拿过自己随身的帕子 往那小乞丐的唇角擦了几下 小乞丐正在吃东西 是半张脏兮兮的破饼 见祝空山给他擦嘴 吓得连连往后躲 使不得使不得 小姐的一条帕子 比我的命都值钱 千万不能脏了 祝空山叹气道 你怕什么 我又不是坏人 不管你们从前 对八殿下是个什么看法 可我是从彭州来的 虽说是他的表妹 却从来没有过什么接触 我是进京来探望宫中的姨母的 却不知表哥从前 做了什么 让京中百姓不待见之事 但我就是我 从前在彭州的时候 也从来没把自己 当成过高高在上的大家小姐 如今到了京中 自然也不会 你不必怕我 你们都不必怕我 我既然能帮你擦干净嘴角 就没打算计较这块帕子 他人本就长得清丽 说话声音又柔美动听 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说得这么近 这一秒的乞丐 突然之间就觉得 好像有春风抚面而来 是那么的舒服 小乞丐有些听不懂他的话 却也知道这位小姐没有恶意 于是不再后退 只钉钉地看着他 祝空山又道 我这人就是这样 看不得天底下 还有那么多人过得不好 与我来说人与人之间 都应该是平等的 不能因为你们贫穷 就另眼相看 甚至拳脚相向 从前在彭州时 我就对彭州的刑企者们说过 在我祝空山眼里 从未有过对任何人的侵蚀 都是大顺百姓 你们不能因为贫穷 就觉得低人一等 我给他们送冬衣 给他们吃粥饭 也鼓励他们 用自己的力气去做活 哪怕几个铜板 那也是凭着力气赚来的 而不至于朝别人伸手去要 还是那句话 如今我到了京城 对待你们 就也跟对待彭州刑企者们一样 不会区别相待 马上就要入冬了 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凉 我今日过来 就是想统计看看 这城北有多少人需要帮助 我一个小女子 虽说不能解决你们所有人的生计 但至少一人一见冬衣 让你们不至于在冬日里挨冻 这还是做得到的 冬衣 乞丐们一听这话 立即来了精神 纷纷围了过来 小姐此话可是当真 真的会给咱们发冬衣 不要银子的 祝空山点点头 一点都不因为乞丐们都围拢过来 空气质量的严重下降 而皱一下眉头 反倒是笑着对他们说 当然是真的 一人一见 谁也不会少 可是那需要很多钱 小乞丐有些替他着急 小姐 真的需要很多钱 你可要想好了 那么多银子 可不是闹着玩的 怕什么 他揉揉那小乞丐的头说 就算姐姐的钱不够 不是还有圣王府吗 八殿下从前做什么了 惹你们不开心 我不管 现在我来了 跟他要点银子 还是能要得出来的 他一边说 一边四处看看载道 今月许世人不全 这样 你们等人全的时候统计一下 男人有多少 女人有多少 小孩子又有多少 或者干脆明天一早 大家先别出门 都在这里等着我 我会早点过来 直接带了裁缝 给你们量体裁衣 他的决定 让乞丐们阵阵欢呼 春夏秋或许还不觉得怎样 但冬天一来可就要命了 哪年冬天不死人啊 有的人睡前 还跟你热络的说着话 一睡醒来他就死了 买也没处理 就只能把尸体扔在庙外 等着官兵看到了 收走扔到外头乱坟岗 现在有人说 要给他们做冬衣了 人们当然高兴 这就意味着冬天不用再挨冻 不会再有人冻死 一时间 这位八皇子的表妹 在这些乞丐们的心理地位 得到了急速上升 而祝空山觉得这还不够 他看了看这间庙宇 转身对阿若说 你现在就去卖窗纸的地方 叫他们派个伙计过来 算一算 这间破庙里 一共有多少扇窗户 把所有窗纸都换上一遍 既得要换后的 不可以再像现在这样 一吹就破四处漏风 阿若一听 可以出去办拆 赶紧就硬下匆匆离去 总算是能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了 即便是跑腿 他也是乐意的 阿桓 祝空山这边继续吩咐 你去找木匠来 让他们把这间破庙 装上一扇门 这么大的口子开着 冬日里就是穿着在后的冬衣 夜间也是抗不住的 阿桓应声而去 祝空山则是一脸担忧的 又开始环视这间破庙 无奈地说 我其实很想 把你们都从这里牵出去 但一见冬衣是小 牵走这么多人 我却真的是无能为力了 你们不要怪我 暂且先住着 至少我会着人 把该修缮的地方给修好 绝不会让你们再受风吹雨淋 他的话说得真诚 听得有些女乞丐 都抹起了眼泪 口口声声叫着女菩萨 祝空山心里十分受用 嘴上却不停地说 使不得 万万不能这样叫 我只是 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是看不得穷人受苦 你们的命 本该与我们是一样的 很快的 两个丫鬟分别 把卖窗纸的修门的都带了来 他当场付了银票 又挑了最后的窗纸 和上好的木料 看得两个伙计都直赞他 心肠实在是好 祝空山的手段 却并没有全都使完 他走出破庙 也不知道从哪里 弄来两把扫帚 弟弟阿若和阿环一人一个 然后指着这间破庙说 你二人那日进京时 口出恶言 还扔铜板戏弄百姓 今日就把那些错 给弥补偿还了吧 两个丫头愣在当场 一时没明白 祝空山话里的意思 他便又解释道 听不懂吗 就是让你们 把这间庙宇打扫干净 所有垃圾清理出去 载着人运走 绝不能再堆放在庙里 阿环和阿若 哪里干过这等差事 就是以前没爬到 一等丫头的位置上时 那也不过是在 大小节的院子里做洒扫 大户人家的院子多干净啊 最多不过是 落地的叶子和花瓣 可是现在这 祝空山之这二人定然不乐意 可一个目光递过去 带着警告和威胁 让那二人也不得不从 纵然心里再不乐意 也只得任命地打扫起来 偏偏外头那个侍卫 也走了进来 站在祝空山身边 明摆着就是给他撑腰的 八皇子的表妹 给成北乞丐做冬衣 又修破庙 还让丫鬟赔罪 打扫 衣服都没等做完呢 这样的事迹 就已经传扬了出去 不但传进了 圣王府玄天墨的耳朵里 也传到了宫中 原贵人的耳朵里 原贵人是 乐得何不容嘴 越来越觉得 叫这个外甥女进京来 实在是太明智了 甚至更觉得 如果今后跟在自驾儿子 身边的是这样的女子 他也才能真正的放心 玄天墨则更实际一点 让帐房那边 给祝空山剥了 更多的银子供旗使用 也这人给他做了不少衣裳 还赏下很多首饰 更是在前一波 往彭州去的人 还没回来时 又派了一波人过去 送的东西比上一次 更加珍贵 祝空山对玄天墨 送的衣裳首饰 并没有多感兴趣 归根结底 他想要的不是这些 但他是个聪明人 在这种时候 别说是提 就是想他都不让自己多想 想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那就得会做出有用的事 他必须得让自己 对玄天墨的帮助 更大一些 这样才能在这圣王府 在这京城里站稳脚跟 也才拥有 日后让原贵人兑现承诺的资本 衣上他暂时收着 太划贵的也没穿 只挑了几件 看起来相对低调的流用 而那些首饰 他则有更好的安排 祝空山还有很多计划等着实施 他没有动用帐房送来的银票 而是让帐房那头先收着 等他需要用的时候再去支取 他将玄天墨给的首饰 悉数便卖 卖出来的银子 正好赶在入冬时 在城北开了个粥棚 每天三次试粥 都是以圣王府的名义 除此之外 在城北市场去买菜 囤积了好多白菜土豆 放到圣王府 这些圣王府平时根本都不吃的菜 现在被他当成了饱 三五不时的就去菜市场买些大骨头 再带着白菜 到城北去做上一顿大锅炖菜 送给那些穷苦的人们吃 这个年代的大骨头很便宜 没什么肉 但是剁开之后 里头有骨髓油 熬汤是很香的 白菜是平常菜 没什么味道 可是放在骨头汤里 炖那就不一样了 城北都是些穷人 就算大骨头便宜 他们也买不起 而且熬汤可是很费柴火的 他们舍不得 更何况 这边多是乞丐 哪里有能力自己炖菜吃 祝空山在城北折腾了半个多月 一点都没有收手的意思 他甚至干脆在这头租了的小院子 虽然破旧 但经了打扫与修缮之后 倒也能做暂时休息之用 院子租好他便放出话去 这一冬天 他都会坚持给城北的平民们 施粥做菜 不喂别的 就是希望他们能顺利地 把这个冬天熬过去 不至于冻死饿死 一时间圣王府里出了个女菩萨的话 传遍了京城的各个角落 再加上玄天墨在暗处有意的宣扬 动静就传得更大 玄天墨如今是真的服了这个表妹 不只是冲着他 竟然可以放下身段 去城北做那些事情 也不只是冲着他 竟然真的在短时间之内 为圣王府扳回一局 最主要的是 这祝空山的态度 让他很是另眼相看 没有动用府里的钱 倒是把他送的首饰给卖了 再用那些首饰卖来的钱 去替圣王府做事 不计较得失 不在意金钱 这样的女子 突然就让他产生了一种 祝空山是另一个凤宇恒的错觉 这样的错觉 却是让玄天墨十分欣喜 如果祝空山真的能像凤宇恒 给玄天明助理一样 扶植于他 那么将来城市之后 许他一个后卫也不是不行 庶女又如何 把一个六品官家的树变成敌 那还不是一番手的事 他心中这样打算着 也继续观察着祝空山那头的动向 同时 往彭州送东西的人也回了来 将彭州的消息 告诉给祝空山 并严明东西送到祝府 还特地强调了 是八皇子和原贵人送的 祝家对他的娘亲柳氏 便又很是看重 祝空山得了家里的消息 对八皇子自然又是一番感激 除了感激之外 他也又做了新的一番举动 师周炖菜 光靠他自己可不行 圣王府纵视有金山银山 也架不住这么祸害 于是 祝空山联系了那些八皇子党派下的夫人小姐们 邀请他们也加入进来 而至于好处 说白了 没有实际的好处 可是能为自家老爷博个好名声 现在名声多重要啊 八皇子一党的名声本来就不好 郑愁没有门路搬回来呢 祝空山此提议 立即得到了那些朝臣的赞同 纷纷催着自家夫人女儿们都加入进来 并且让他们一切都听祝空山的 外头这么折腾 宫里那些个妃嫔也坐不住了 没有孩子后妃 基本都偏向于八皇子这一派 听说家人都行动起来 他们想了想 便也决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后妃们没啥钱财 但就是首饰多 而且还都是公里出品的 拿出去能换好多钱 他们将首饰者人送出 送到各自的家里 算是给天快专家骗瓦 家人自然也是乐意接收 如此一来 城北诗州的队伍就更壮大了 以至于有的人家干脆不诗州 直接就给干饭 再加上一勺子菜 那场面 凤玉恒偷偷去看过一眼 就有一种后世政府机关食堂的感觉 这么多人加入进来 受益的是那些贫苦百姓 不过在盛王府那头有益的舆论引导下 他们并没有过多地感谢那些 参与行善的大臣府邸 而是把这一切都归功于盛王府的表小姐 他们认为 这些人都是看在表小姐的面子上才来的 功劳是表小姐最大 这当然就是祝空山想要的效果 而除此之外 他近日还在刻意搜集 当初被八皇子开的假白草堂坑害的那些百姓 那些也全部都在他的补偿计划之内 当然 事情得一步一步来 他不想一下子就把底全掏空了 那样 他在盛王府的价值也就缩了水 豫王府里 黄泉站在凤宇恒身边 一边听着搬走汇报城北那些事 一边很是有些心急的问凤宇恒 小姐 您真的不急吗 再让他这么个折腾法 京城百姓的人心可就要被笼络去了 搬走也是这个意思 只是他没黄泉说的那样直白 只是冲着凤宇恒点了点头 意思是 自己跟黄泉想法一样 可凤宇恒却依然不着急 他只是说 明星不是咱们专属的 所以也不能把人心当成我们的私有物品 不允许别人去沾染 更何况 京城的明星我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去收复 祝空山想用一个冬天就换走吗 你们也太高看了他 可是八皇子那头也使着劲呢 黄泉一跺脚 不由得埋怨起玄天明澜 咱们殿下也真是能沉得住气 都不说帮小姐一把 他要怎么帮 凤宇恒都笑了 男人家管的 就是前朝的事 难不成你让他整日里围着后院转 去跟那祝空山较劲 那才真是失了身份水准 放心吧 你家小姐也不是吃素的 不是说了吗 且让那位表妹再嘚瑟嘚瑟 咱们晚点出手 也能让城北那些穷人们多得些实惠 他想了想又道 对了 百草堂的暖茶还得照常发放 嗯 你们也往外放出风去 就说城北难民除了吃饱 还得注意身体状况 他们常年在不卫生的环境下生活 很容易染上病 特别是肠胃方面 以前一直吃要来的馊饭菜也就罢了 这冷不滴的又是新熬的白米粥 又是大骨头汤的 不是说还有干脆就焖了干饭的吗 这么吃还不得把肚子吃坏了一批 把这话想办法传到祝空山耳朵里 同时咱们百草堂也多备些这方面的药材 等着他来买就好了 八皇子一挡的钱财 不赚白不赚 一听凤与恒这样说 黄泉来的精神 乐呵呵的就去张罗这事 搬走却是在黄泉走了之后 跟凤与恒说了句 你不该把望川弄到彭州去 京城正局不稳 身边不能没有一个沉稳的人在 黄泉性子急 有此事情 他思虑的不周全 不是还有你吗 凤与恒笑了起来 望川不在了 有一些本该他完成的事 就你来做好了 傲娇的暗卫翻了个白眼 明显的一个 真受不了你的表情留下 然后什么也没再说 一闪身就不见了 凤与恒怂怂肩 他的暗卫 真是越来越不可爱了呀 好吧 搬走从来也没可爱过 但却很是贴心 他知道他们几个人 都是真心实意对自己好的 而他把望川派到彭州去 是因为彭州那头的事 也十分重要 交给别人他不放心 住空山 凭空出世的这么一位表小姐 处理起来 怕是也没他说的那么轻松 保不齐就要多费几番周折 如今 八皇子一党 因为住空山联合着各家夫人小姐 为京中平民做善事 已经成功的扭转了 八皇子在京中百姓心中的不良印象 百姓风头有所逆转 但也仅限于对八皇子 不再像从前那般反感 并未上升到 能影响凤与恒攻击的层面上 就像凤与恒说的 他用了三年的时间收拢人心 怎么可能被个小女子 仅用一个冬天就能拐走了 这个道理 住空山也明白 他并不着急几对凤与恒 只是本本愤愤的 做着自己想做的事 左右都是 在做好事 谁也挑不出来什么 他就默默的做 在听说了要给穷人们 施药的事情之后 也去了解了一下 发现的确有不少人生了病 于是也不多计较 叫下人拿了银票 就去百草堂买药 只是没想到 穷人们吃了百草堂的药 却并没有感激出钱买药之人 而是聚到一处 又说起 皇上听了又是连声感叹 说如果大顺贵家女子 都能像这般 他这个天下 才算是真正的盛世 八皇子得到了嘉奖 气势在朝中 又掀起了新一轮的风浪 颇有些凌驾于 其他皇子上知的架势 当然 纵使八皇子风头再胜 也无人胆敢忽略 另一头来自九皇子的威压 甚至有人背地里说 每当看到九皇子眉心的 那朵紫色莲花时 就没来由的 会生出几分胆颤 就像那朵紫莲会吃人一般 让他们不敢多看第二眼 甚至都不敢 在心里对其付匪半句 与此同时 后宫的袁贵人 也在坐不住 祝空山曾与她说的 子也需要有母亲相助 才能过得更好 这句话 一直都在她心里盘旋着 是啊 她做贵人 已经做得太久了 是时候该回到 淑妃的位置上去了 于是这日 踩着宫里 没来得及清扫的积雪 袁贵人带着侍女月秀 一步一步地 往皇后的景次宫走了去 景次宫里 方一正端了茶碗 递到皇后跟前 茶碗里的东西 说是药也不是药 说不是药呢 又的确有条理去病的功效 这是凤宇恒给的 在她离开京城 经理百草堂 又关了门的那段日子 皇后一直都舍不得喝 时不时的还要吃几顿 太医院长的苦药汤子 现在总算凤宇恒回来了 前些日子又送了药来 皇后这才松了口气 放心地重新 把这个药按时喝起来 眼下 瞅着里这项药 又像是茶一样的汤水 皇后也不知哪来的感慨 正正地就说了句 但愿这丫头给的药我 还能多喝几年 方医就想劝着她 别想那些有的没的 却在这时 锦慈宫的一个小太监 弯腰走了进来 到了皇后跟前行了个礼道 娘娘 原贵人求见 原贵人 方医先皱起了眉 心声排斥 她又来这里做什么 娘娘 您这会儿也该些着了 别见了 这人打发了去就好 皇后正在点头 却听门口已经有 原贵人的声音传了来 而且越来越近 明显是人已经不由她点不点头 就自己闯了进来 臣妾知道 皇后娘娘要些着了 可这不是还没睡下呢吗 那与臣妾聊上几句 想来也是不爱的 说着话 人已到镜前 倒是恭恭敬敬地行了跪拜 道了声 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 身后 侍女月秀 也跟着跪了下来 心里却是有着几分紧张 上次她陪着原贵人来锦慈宫 就挨了一顿打 这回虽说自己没犯错 但自家主子却是不请自入 万一惹恼了皇后 挨打受罚的 怕又是她 不过好在皇后这次 倒是没动多大的气 只是把手中茶碗搁在桌子上 力道大了一些 传来喷的一声 但在开口 语气却是平和的 起来吧 既然是来请安的 那边坐坐 说完一挥手 退了那个来传话的小太监